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底层这课程 上一课我们有讲到,我们在完成HEL实现的时候呢,存在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HELT的一个框架是Google制定的 那接口呢,相应的也是由Google给制定的 我们最终呢,只是根据他所制定的这个接口去做相应的具体实现 那就存在一个问题,万一他这个接口变了 那么,我们所做的一个具体实现,也就相应的必须跟着他去做相应的改变 那,我们就显得很是被动 怎么去解决这个被动的局面呢?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画了一个示意图 这块,代表我们硬件厂商呢 针对HEL框架,所完成的一个HELT的具体实现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我们这里会有一个AdelePin layer 也就是适配层 这一层呢,就是去针对平台的框架去做相应的适配 这个平台呢,比如说就是我们的很坠的 它会去实现平台这块 计定的HELT的一个硬件的一个测试接口 但是,它的最终实现呢,又是通过下面的一个Native的Interface 也就是Native 对应的,就会有一个Native layer 也就是本地层 这一层呢,会去提供出来我们硬件设备的相应的一个控制的逻辑和能力 然后呢,它又提供了一个本地的接口 去给这个适配层去使用 具体工作的时候呢,这上面 比如说是我们的Andrea的Mainwork 它会调用这个HELT所制定的一个硬件的测试接口 定用到我们硬件上所实现的一个具体的HELT的一个实现 首先,会走到一个适配层 然后这个适配层呢,又会调用我们本地实现的一个接口 通过这个接口呢,定用到了我们的Native layer 也就是Native这一层 这一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提供的硬件设备的一个控制的逻辑和能力 然后呢,它最终又是和内核里边的驱动 进一步去交互来操作我们更 最底层的一个Hardware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硬件设备 Hardware 那这样的话,这个接口是Google给我们制定的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Native interface 这个接口是我们自己制定的 所以说,当Google把它这个接口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相应的在Adaptive layer 就是适配层做相应的改变就可以了 在Native这一层呢,就可以我们去保持之前的样子 因为我们这个接口呢,没有变化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不需要去做变化 好,下面呢,我们就结合着一个实例来看一下 在我们下载完安卓的原码之后呢 在它的子幕录下面的Hardware下面 会有先应的一些厂商所开放的一个逆时程的一些代码 那如果我们觉得下载安卓的原码 不太方便呢 这里找了一个可以在线浏览 哦,这里已经打开了 再看一下这个网址 在线浏览安卓原码的一个地址 它呢,从1.6,2.0,2.1,2.2,2.3 到4.0,4.1,4.2,4.3,4.4 安卓版本的原码呢,都在这里可以找到 但是呢,像5.0之后的版本 这里还没有提供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4.4的 在根部下面的Hardware 这里呢,就是放的我们 应件出现层所开放的一些原码 那虽然说,我们应件厂商 呃,和开源之间 我们之前讲了存在的一定的矛盾 但是呢,我们很多的应件厂商 在不泄露自己一些核心 呃,机密的情况下呢 还是很愿意把它的一些 代码给开放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的高通 三星, TI等等 像高通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像有 CAMER相关的,简视相关的 等媒体 电源,Sensor等等 都有相应的开放出来一些代码 这个呢,是4.4的 我们再 好,我们看一下 CAMER相关的 我们可以以高通它这个CAMER 还有文力 看一下它的一个相应的实现 但怎么看原码呢 之前我们也有和大家一步一步去讲过 这里我们就不再讲那么细了 我们就大概的点一下看它 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一个实现呢 哦,同样的 我们 还是从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入手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之前我们一直有讲到 Hell所定义的一些 接口 我们以Open和Stop Preview为例 来 进入看一下 Qcam 它开放的这个CAMER Hell的一个实现 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 我这里 现在已经 画了一下它这个 调用的一些关系 首先是 在Open的时候呢 从我们的CAMER Service开始 它会调用 Hell相应的 Open最终 调用到 我们的QCAMER Factory里面的CAMER Device Open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它会 New一个 QCAMER HWi 也就是 Hardware InFace InFace 我们的硬件 接口 在New这个硬件 接口的时候 会去 构建一个CAMER UPST 并对它里面的一些 变量进行复制 最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对它里面的OPS 第一次 为了一个 My CAMER OPS 就是把 我们在 Hell的实现里面 所做的 先用接口的具体实现 不给这个 结构器里面的 这个变量 也就是把这个指针 指向我们的 具体实现 然后呢 它就继续往下 调用 它里面的 OpenCAMER 这个OpenCAMER 呢 就会一步一步 往下调 再调到一个 MMCAMER InFace 最终 调到 MMCAMER 再进一步 调用到 那盒里边的 驱动程序 然后把驱动 给打开 为我们的CAMERA上电 之后呢 我们看到 它会把 这里的一个 CAMERA DEVICE 的一个 comment的地址 这里的地址呢 将对的 就是一个 HW DEVICE T 它的一个地址 返回回来 它会到我们的CAMERA SERVICE 这样 就是我们 怎么从CAMERA SERVICE 到HELL 再追踪 到 内核的一个驱动 来完成一个 摄像头的一个 打开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呢 它 会 从CAMERA SERVICE 然后 到这一块 最终 会到 这一块 这一块呢 其实就是我们 其实就是我们 所说的一个 DEPIN LAYER 就是适配层的 相关的一些内容 最终 它会 经过一个 MMCAMER INTERFACE 调用到 NATIVE层的一些 实现 经过 NATIVE层 这些具体的 实现呢 再 调用到 我们的 内核的 驱动 好 这个是OPEN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 可以继续 再来看一下 它START PREVIEW TPECHER等等 这些过程 好 以我们的 START PREVIEW 也就是开始 预览为例 我们看一下 这个过程呢 是别的东西有点多 我们就大体看一下 具体期间呢 大家可以 感兴趣的话 可以具体去看一下 人马 自己了解一下 我们这里重点呢 就是 把握一下 它是否 像我们所说的 会通过一个 适配层 然后进一步 对用到 NATIVE层 这一个接口 然后最终 进入到NATIVE层 就是它这样一个 层次之间的一个 关系 好 我们同样看到 这里有一个 CAMERA SERVICE 相应的 还有一个 QCAMERA TO HWI 这里还有一个 QCAMERA STATE MACHINE 后面还有一个 QCAMERA CHANNEL QCAMERA STREAM 然后 接下来就有一个 MMCAMERA INTERFACE 一个MMCAMERA 一个MMCAMERA CHANNEL MMCAMERA STREAM 最后是我们看到 它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呢 我们可以 拉着看一下 首先 也是CAMERA SERVICE 它调用 START PREVIEW 最终走到我们 HELL的一个实现里边的 QCAMERA TO HWI 它里边的 START PREVIEW 它首先 会调用一个 PASSET API 它这个操作呢 只是在 这个START MACHINE 也就是装裁机 里边 执行了一个 Inqueue 也就是 把 先印的 命令给 放到一个 对列里边 那我们看到 它在装裁机 这边呢 就涉及到了 一个状态机 这样一个概念 状态机里边呢 它有一个 线程 一直在 循环处理一些东西 处理的时候呢 会根据 当前处于一个 什么状态 进一步 去 处理相应的事件 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个DQ 这边是Inqueue 这边是DQ 就是 从这个APIQ 这个对列里边 取出 先印的命令 取出之后呢 进一步 去把这个命令执行 这里 对应的 就是我们的 StartPreview 在执行的时候 首先 会调用一个 Prepare Preview 然后呢 会调用一个 StartPreview 这个 Prepare Preview呢 它主要的一个动作 就是一个 AddChannel 这个StartPreview 主要的部分就是StartChannel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这两个 AddChannel 和StartChannel呢 它的 往下一步一步的流程 基本上 调用的过程是 比较相似 我们就以其中一个 StartChannel为例 它首先 会调用MyChannel里边的Start 这个MyChannel呢 对应的就是一个 QCameraChannel 所以说 它会走到 QCameraChannel里边的Start 这个QCameraChannel里边的Start呢 它首先 也会调用MyStream里边的Start 最终是调用到了 QCameraStream里边的Start 之后呢 它就通过一个 MyCameraOPS 调用到它里边的StartChannel 好 我们这一步呢 就看到它是调用了 MyMMCameraInterface里边的 接口 主要就是一个 MMCameraInterface 这个地方 大家要 能辨别出来 我们为什么 能看出来它是一个接口呢 我们讲到 C++里面的接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FunctionTable 也就是 函数表 这个函数表呢 通常来讲 是我们通过 一些函数指针来组成的 在MM CameraInterface里边呢 它就相应的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FunctionTable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样一个接口 而且 我们在 后续 跟踪它的代码时候 发现 不仅是我们的 StartCommule 还 比如说我们的 TickPicture StartRecording 等等 这些API之中的操作呢 都会在这一块进行 相应的一个处理之后 进一步 会调整到 MM CameraInterface 它这里边 定义的一个FunctionTable 也就是 函数列表 里边的函数 去继续往下走 所以说 我们就知道了 它这边 会通过 MMCameraInterface 这个接口 调整到 相应的 更底层的 一个Mitiv layer 好 它最终的实现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又是通过 一步一步 调整到 MMCamera MMCamera Channel MMCamera Stream 等等 最终再进入到 一个 Cannel里边 在StartPreview 就是开局站的时候呢 像 在Native层呢 还会 会做一些 数据化 一些Buffer 对裂 然后呢 启动一些现场 分配内存 收藏内存 然后 Start 我们的数据流 最终数据流 是启动的时候呢 是通过 Ctrl 调用 StreamOn 这个命令 到我们的驱动里边 去操作我们的硬件 把数据 开始 启动下来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 这个 接口 在它这端呢 就是我们的 DevPin layer 也就是平台的一个 适配层 适配我们 安卓 Hell的一个 接口 最终 它适配层的接口呢 实现 又是 进一步调用 MM camera in face 这个 接口 这个接口呢 是我们先用的 在Native layer 就是 本地实现提供出来的一个接口 这边呢 现在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本地实现 这个本地实现呢 最终 会得到我们的看路和驱动进行一个交互 好 大家 只要能在看圆版的时候能体会到这点就可以了 具体的细节呢 我们这里就不去过多的去点它了 好 那我们 你可以得出来 Qcam它的CameraHell的一个基本的矿图呢 就是 我们 像我之前所讲的一个级别方案一样 会有一个 Depin layer 这个块呢 是对平台这个接口的一个具体的适配 然后它呢 最终也会通过下面的一个Native layer 提供的一个Native interface 这里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MM camera interface 去实现 相应的下面就有一个Native layer 这一层呢 会去提供 我们Camera的一个本地的控制和操作的一个能力 最终它还会和驱动里面去进行交互来控制我们的硬件 好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怎么去解决它这个潜在的问题 也就是Google给我们接近的接口 我们只是根据它的接口去实现怎么去解决它这个接口一边 我们就要跟着它去变这样一个问题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